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友宜喊说要抢救ECFA 过去柯文哲挺反扶冒 而且还找到当时反扶闹的黄国枪 来当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那么很多网友就在问了 那我们选赖清德跟选柯文哲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温家来宾第一位是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董资深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郑诗诚 远宜大家好 以及前立委李升峰老师 主任好 大家好 黄友宜说 那当选之后就要重启ECFA的谈判 而且还要大量的来开放 陆克陆生来台湾 那么他的搭档赵超康也表示 这个是对B站最有效的方法 那么自从蓝白分到扬镳之后 现在也陆陆续续有民调出炉 侯康配和赖消配 目前差距似乎是只剩下0.07% 总统大选蓝白分到扬镳后 民调陆续出炉 联合报最新民调赖消配 31%暂时领先 侯康追到误差范围内几乎打平 至于柯英配以21%大垫底 另一份盖洛普民调 赖消配31.01% 侯康30.94% 侯康离赖消差距只剩下0.07% 更是大赢柯文哲的18% 蓝军分析为了政党轮替 民众最终会出现这种效应 蓝绿对决的态势越来越明显 这些会气饱的人不见得都会一定会到哪一个阵营去 年轻朋友如果支持柯文哲的内阁 支持我们嘛 在现阶段你自己看嘛 这个民众要当选不容易了 想要政党轮替 看起来只有何康嘛 为什么不合作呢 那你不是目标是下架民进党吗 你为什么直直可批 很好笑啊 好笑就可以当总统嘛 这差太远了吧 侯友宜出席九大工商团体进行会谈 明确表态 当选要重启ECFA服貌谈判 还要大量开放陆克陆生来台 增加大陆60个行点 以及跟重要国家签订双边FTA 并争取四年内加入CPTPP 不用等到一月十三了 我就要当写 希望自我说30一号要开放陆克的 越多越好 不要像我们只说开放2000个 T3K就不够了 两岸ECFA进出口产品8000多项 大陆免关税539项 出口金额占19.9% 最近十年累计贸易顺差 高达8135亿美元 相当于台币25兆 2185亿元 前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莲更断言 未来如果连ECFA都被终止 台湾的免税覆盖率将是周边国家最少 到时台湾就成了亚洲福尔 大陆主打的RCEP 我们也没有加入 你的东西去那里要关税 是几% 人家是零关税 过去太阳花种了这个鹰 台湾其实很多方面是走不出去 开放观光 很重要让大陆人看看台湾 如果老共想要打台湾 大陆的人民觉得台湾那么好 台湾人民那么可爱 我们干嘛去打人家 这比你多少颗飞弹都有用 会不懂民进党想什么 他就为了意识形态 就为了选票 民进党狂骂ECFA是糖果毒药 得了好处不敢喊终止 却也不愿续签协议 更讽刺的是当初反对福茂 占领立院的太阳花运动 带头的就是民众党的部分区立委 黄国昌 当时在场外抗议 进座的就是蔡英文和柯文哲 当两岸经贸也陷入险境 台湾和民众都纳闷 投给你民众党跟投给民进党 到底有多大差异 好 蓝白上周在军乐会后 是彻底分手 蓝一是已经端出了侯康佩 来重新整庄出发 文化科文哲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 却大爆料 他说其实呢 这个在跟国民党谈整合的时候 骗子很多啊 他说前一阵子有国际骗子说 AIT主席罗森伯格要跟他通电话 还有人跟他说 只要他当副手的话 就要给他两亿美金 他说热心人士 还有骗子一大堆 我在政治上比不过职业的骗子啦 好啦 但是他这样的说法 到底是在指谁呢 很多人就说难道是说 把国民党给导向是个骗子吗 好 侯友宜怎么说呢 侯友宜说这件事情我不知道 但是暗示性的语言不太妥当啦 那么赵老方也说呢 他大概可以猜得到 但是反正啦 这个所谓说要给两亿美金的 绝对不会是侯友宜啦 好 陈辉文就表示啊 他说柯文哲私下 其实根本没有透露 到底是谁要给他两亿美金 因为这个是在 柯文哲接受银奶金专访的时候 讲出来的 所以他说他去问了银奶金了 所以银奶金说呢 根本就没有私下告诉银奶金 然后当时一堆记者在等他 柯文哲一样也没有交代 就跑掉了 他说柯文哲的套路就是这样 随便讲一讲就好了吗 好 前立委郭正亮也说啊 这个柯文哲说啊 有人要拿两亿美金来叫他当副手 可是却拿不出实质的证据 也说不出来到底是谁 这样影射的说法真的是非常不好 柯文哲以前就这样被民进党给搞过了 难道现在还要讲这样的话吗 好 网友也跳出来啊 有人就说哎呦 讲那么多呢 不如把证据拿出来嘛 这和骗人的名嘴有什么不同呢 柯文哲的话是不是真的听听就好 还有人说这种无法查证呢 就是要给支持者来打鸡血用的啦 好啦 事实上不久之前呢 也曾经发生过很类似的事情 那就是在柯文哲跟连胜文 在第一次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 柯文哲也是接受访问啊 就是说有企业家 哎呦 不肯跟他介面 可是给他的对手三亿元啊 结果这件事情呢 引发了一连算的诉讼之后 最后被法院判败诉啦 根本没有这回事嘛 这回呢 不是三亿美金 不是三亿元 变了两亿美金呢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好啦 网友就说 讲这么多 不把证据拿出来 和骗人的名嘴侧意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嘛 所以是不是就像陈慧文说的 其实呢 柯文哲都是一样呢 反正他就是随便说 一说放一堆炮 什么都不用交代 柯文哲的套路 难道就是如此吗 立文怎么看 这个分好几个层面啦 跟大家分享 其实呢 你有选举过的人 或在政坛你也都知道 三教九流 什么样的事情都有 各种奇奇怪怪的 的人来跟你接触 然后呢 谈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不知是真是假 那听起来就觉得怎么可能 应该是假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骗子很多 神经病也很多 然后呢 这个 就是有心人事 当然也不乏 所以其实呢 我们在坊间 譬如说立法院 就是一个八卦大龙奴 在立法院听到的事情 你通常呢 就是先打八折 大概只有剩下两成 应该打五折吧 打八折啦 打五折你 剩下两折 剩下两成你就 姑且听之 然后呢 还有很多 譬如说企业家 这个席间 大家这个聊天啊 八卦啊 我觉得也通常 加油添醋 听听就好 那我以前很年轻 从政的时候呢 没听到那种 大名鼎鼎 很大的 而且是很正派的企业家 讲的八卦 你会觉得 哇 耳朵素直 就是觉得真的吗 哇塞 政堂怎么这么黑啊 我怎么都不知道 那后来久了以后 我就觉得 此人话也是太夸张了啦 所以呢 很多的话 听听就好了 真的不要把它当真 那我觉得柯文哲的嘴 的确是有点碎 那我相信 他一定 你想想看 他接触的人 一定比我更多嘛 到处这边听那一句 他也很难判定真假 那尤其越新 就是越新色山的 或者是越夸张的 你的印象就会越深刻 那他呢 像我们是不会在这么正式 或公开访问的场合 把它拿出来讲嘛 那他拿出来讲 那就会让人家 做很多的揣测 这是第一个大的背景 第二个呢 他这讲了很多 我觉得他的意思的表达 可能就是指在蓝白河的过程当中 有太多热心人士 他接了太多的电话 导致于他也不能分辨真假 那有些人是好心哦 他不是坏心哦 可是他好心传来的讯息是假的哦 所以这个好心人越单纯 越容易被利用 那有人会利用好心人 想要促成这件事 那也有可能 真的很希望柯文哲 能够担任侯友宜的副手 也是纯热心人士 然后呢 自己呢 来这边 就是跟柯文哲讲了一堆 有的没有的 这些可能性都很多啦 那包括他说有国际骗子 说AIT主席要跟他通电话 那AIT主席 因为通电话又没有视讯 你跟他又不熟 你也听不起 你也不能分辨这个声音 是不是他嘛 对不对 你只知道对方有一个 那个美国人跟你讲的电话 谁知道是真是假呢 那是不是就很容易被骗嘛 所以还好啦 柯文哲还有打电话去AIT求证嘛 那他就 所以他就知道说这是国际骗子 AIT主席没有要跟他通电话 那所以这个东西 当然啦 也有人在猜就是说 是不是郭台铭要他当副手 愿意柯若愿意当郭的副手 就给他两亿美金之类的 那么带给大家很多的揣测 我觉得这就是坊间八卦 只是出自柯文哲之嘴 那你觉得就是 哇这个好像政坛 很复杂 各种的国际势力 是不是都在介入 还是各种的势力在这边交错 那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 柯文哲他还是应该要学会 你要争取当国家领导人 不管怎么样 你起码也是一个党的党主席嘛 就很多的发言来讲 你还是必须去考虑到 这个社会的反应 大家听了以后做何感想 那重点是我也不知道他讲这个 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嘴碎 然后呢就在节目里面 东聊西聊东拉西扯 就是这样子而已啦 所以不过我就刚刚讲了啦 你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 有时候这样的坏习惯不改 只会让人家不放心 把更大的责任交给你 好 现在不管是民调 还是造势场合都显示 蓝营的士气跟支持度 已经是这个激起直追 但是国民党的火车已经开走了 民众党难道还纠结在 蓝白河的过去吗 主战派的陈志涵 这两天还在骂国民党设局 不是真心想要整合 所以啦就有人说 难道是柯文哲和民众党 到现在才发现过去有高民调 其实是因为主流民意 希望政党轮替下架贪腐 所以期待蓝白整合 这样才奠高了柯文哲的声量吗 那现在是不是因为 没钱没人又没有资源 也只能够靠着骂国民党 来博取声量了吗 盛风老师怎么看 这样子 假如我们从长期观察 一个社会现象跟社会心理学 群众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这个变化 我想我不要用 用很评论的角度来谈这个事情 或许对白营会有一些的启示 当天在台业那一场破局 平安金讲 对政治人物在场的参检人 通通都受伤 因为大家第一个晚上说 你们这些样子 国家交给你 那不是吓死人的 平安全部受伤 在受伤的时候 大家就看 因为大家完全失望 迷惘 彷徨 不知怎么办的时候 那请看看展现出来的什么态势 第一个态势 那就是 何友宜找了赵绍康 然后另外呢 柯文哲找了谁 找了小公主 这两个一笔啊 比出了什么事情 说大家都失望的时候 你柯文哲的作法 只是在证明你真的不行 因为当你没有办法 猴柯辈 柯猴辈的时候 你找出来的混量 跟柯猴辈 猴柯辈 不行的时候 猴找出来的混量的赵绍康 完全不可同色而已的比 不要说什么 这两个人到蔡市长去握手 都不要穿背心 你看谁是路人甲 谁是路人蚁 马上很清楚 所以整个的 要下架民进党的 这一期的民意里 大部分的人就看到 原来柯是没有办法 在败籍之中 在坏籍之中 能够再重新再籍 但是活却有办法 在大家认为 没有希望的时候 他带给大家一丝的希望 你告诉我 这一比一来一往之间 输赢不就很清楚了吗 所以这个跟混量无关 跟整个大家失望迷惘 彷徨到最底的时候 看到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 第二个 而一再跟柯文哲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猴柯辈的正当性在哪里 不管猴柯也会上 柯猴也会赢 那既然两个都会赢 那就要看什么东西能更赢 所以国民党拥有的条件实力 出现了什么情况 就是在 整个破局之后 社会看到的是什么 第一个看到 找了适当的人 马上就出现 适当的人 第二个 马上就出挖 就办了两场台中台南的 这个造势晚会 而且非常成功地办了 证明了什么事 证明了在这场前级 假如我们要下架民进党的话 虽然失望了 但是失望里面 一个是更失望了 另外一个是看到的 看到了希望 假如他们能够从 这样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就会发现 还在纠结于 凯业当场 还在纠结于 谁涉及 谁 怎么的搞法 那个高下已经立判 这样来讲 白已经凑失了两步了 第一步就是当时的河 没有做好 第二步就是 你现在的配 也没有配好 更重要的是 真的 结束了 要走出去了 你还是在家里 而人家已经怎么样子 已经开步 大门的走出去了 所以一来一往之间 社会是看得很清楚的 事实上回顾 克文哲的从政之路 当初他自称是墨绿 有靠着这个民进党 帮忙的抬轿 把他给拱上了 市长的宝座 而这一次选战 先前他也是靠着 蓝白整合的话题 冲出了高的声量 那么就有评论说 认为克文哲一路走来 是不是靠着 打寄生战法呢 那这一次 国民党转身离去 要自己拼下架 贪腐之后 克文哲是不是因此 出现了戒断反应吗 先前主战派的黄珊 不是说这个克文哲 要用总统的身份 占到底吗 而克文哲不是也说 他要义无反顾的拼一次吗 既然如此 他这么想走自己的路 能够跟蓝营分手 是不是应该感觉很高兴呢 但是我们看到 民众党的很多人 好像对侯友宜 怎么有点念念不忘吗 董哥怎么看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凯烈这一场以后 克文哲人设大崩坏 大家原来知道 原来你的机心是这么坏的 你要去设计别人 结果被反将一惊 就所有东西 都在所有电视台的 Live上面被看到了 原来柯P的手法 是这么卑劣 其实他从过去 就是卑劣了嘛 对不对 他那时候怎么摘张 联赦文 在他敬天总部装 窃听器 九年了他有道歉吗 没有 就一直是这样啦 可是因为他过去 都故意装无辜 还没有选台北市长之前 他那时候打马很久正如 他说你看洪中秋 就是被灌了八公升的水而死 胡说八道 借着台湾人对台大医生的信任 然后每个媒体标题 哇台大医两点 洪中秋灌八公升的水而死 是吗 你也没看过遗体 没看过厌尸报告 也没看过诊断证明 什么都没看到 就信口开额是八公升 不是两公升 不是七公升 他的信口开额是很随性的 因为平常讲谎 讲谎话讲惯 因为他过去当台大医生 很有权威嘛 你病人家属他都敢 反骂你 你敢悔嘴吗 不敢 所以他一直是高高在上 结论说自己很了不起 然后每天动不动就讲 自己智商衣武器 就觉得说好像自己 天下无敌 当然因为台湾现在社会 的转变其实很多人 还是会吹捧他啦 所以他就洋洋得意啊 但是这次的人设大崩坏 大家可以看到了 因为过去柯文哲那些 包装的那些面貌 其实让人家不敢恭维 柯文哲最喜欢讲的 他是公开透明 他要佛有余去 一个人去 要在密室里面协商 佛有余这回比较聪明了 我不要跟你密室协商 我过去跟你通电话 跟你讲什么 你出来讲的又不一样 然后大家都相信你不相信我 那我们现在就在镜头下 所有赖虎的镜头下来讲个清楚 他就不敢了 他躲在楼上 快半个小时 两个躲在那边不敢下来 是不是 所以就马上就清楚了 柯文哲最怕的就是 公开透明 这个人搞黑箱搞习惯了嘛 但是我们现在 他要走自己的路 当然就自己去走啊 他为什么要一直在回顾 金内饭店那一场之前 因为那时候他的民调还高啊 他不晓得火车购站 已经不会再等你了嘛 那他现在发现自己民调真的低 因为我们就从 大家去登记以后来看 这六分民调所显现的情况都一样 过去做他很高了 现在他也变低了 对不对 那大家可以看 为什么是这样 就是人设崩坏啊 然后本来你登记完是礼拜五 礼拜六礼拜天是一个 大家造势最好的场合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金融壮盛 我们的搭档是谁 应该出来了 他没地方可去啊 你看侯友宜的民调 那时候就开始提高了 侯友宜的场子 每一场人人暴晚 从南港到台南 每一场都暴晚 大家变成士气如虹 那柯文哲没有地方去了 为什么 因为嫌疾是很差 为什么国民党讲说 我们政党要纳路 因为国民党有很多的 立委候选人69个啊 全国73个选区有69个 民众党有11个 抠掉原住民只有10个 这10个也不是长期在地方经营 根本摆不出场子嘛 包括我们好朋友蔡壁如 他在台中绅士不错 因为卢秀燕前例挺搭嘛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场子会热 是民众党里面唯一热的 其他9个地区要摆出来 摆不出来 你知道吗 这个要长期经营才有 你要结合地方的议员 或者乡民代表 就是才有办法做出这场 没有嘛 所以柯文哲在那两天没有地方去 他其实本来要去一个地方 他本来要去中二选区 要去阎官人那里 可是人家讲说 因为你现在已经独立参选了 我们实在不方便 谢谢啦 谢谢对不对 不方便嘛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后选人 对不对 后康佩嘛 这不能再让你来 这个很不好意思 可是他就变没地方去 这是很现实的 在他们做民调之前 口口声声跟他讲他不信 他认为我有这么多年轻人挺我 我这些我根本不怕 是啊 这些年轻人喜欢听他 信五开合 他讲的东西其实很多次假的 自己想象的 然后有明明知道是假消息 别人告诉他 他也要讲出来 很自傲 AID打给我 你看 蓝白要弹核的时候 哇 马英九签线 AID打电话给我 我很重要 问我中国大陆有没有介入 介入你们蓝白核呢 现在蓝白不核 AID打电话给我 哇 又开始在讲 奇怪了 这三个候选人 你由他的当选的 那个氛围 或者他们政坛的地位来讲的话 不应该轮到AID天天打给你啊 我老实讲 他要打一定先打给赖清德吧 对不对 赖清德好歹是执政党的副总统嘛 所以你要怎么讲 怎么会一直打给你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柯文哲现在 他其实是很寂寞的 就是说他的舞台消失了 他现在只剩下嘴巴 但是因为他是总统候选人 这张嘴巴还是有用 你怎么讲 别人还是会写啦 但是写的话 心里会打个折扣 如果只靠一张嘴巴的话 那这样选总统 人民有办法去 现任你吗 我觉得他自己要想一想 所以蓝白分手之后 柯文哲开始 这个似乎就有点不断失言的状况发生 他接连说出 男人上酒店是为了business 还有国际骗子 说要给他两亿美金 来换他当副手等等 这类让人听到都相当傻眼的话 就连他的副手 吴欣盈都认证说 主席常常失言 结果柯文哲还反算说 是大家不喜欢听太直接的话 其实过去柯文哲就靠着 非常直率 感言而深得年轻人的喜爱 这是否让柯文哲就以为说 他只要靠着这种无厘头的说法 就可以赢得年轻人的支持呢 对于民众真正关心的低薪高物价 高房价 然后两岸政策等等 他有端出完整的政策吗 还是他觉得 其实他只要能够继续讲一些话 来取悦年轻人就能够当选了呢 施晨哥怎么看 我先讲一下 当蓝白不合之后 澎湖的林炳坤 跟苗栗的中东景 现在归队了 支持何康佩 然后呢 民众党一些民意代表 开始跳船了 你就知道说 两个的区别 你知道蓝白和啊 就好像我们小时候看了一部戏 叫做梁山博与朱英台 那时候呢 这个柯文哲演的是梁山博的角色 后来梁山博与朱英台不合了 化碟了 这个事已经结束了 现在呢 对不起啊 这个柯文哲变四九了 就是那个旁边挑担子的一个 没戏了 没戏了怎么办呢 只好满嘴胡说八道 哎呀 谁给我两亿啊 两亿还是美金啊 这种话 如果你路上遇到个骗子 你对骗子讲的话 你不会再转述啊 对不对 这个拍你当搞销郎 你转述这些话 就是为什么 要薄声量 就是你就黏着国民党 你知道吗 柯文哲第一任选上是假的白色力量 就是民进党在后面支持 第二届更离谱 第二届是因为有公投票 一面开票 一面投票 本来要投姚文哲 反正要用 姚文哲选不上了 就改投柯文哲 所以我们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 丁守中 是含冤 含冤没有选上 现在 蓝白不合之后 他没有舞台了 而且呢 这个民众党呢 没有像国民党资源这么多 他有那么多过去当过部长的 有经济的 有各方面两岸的 这些专家学者可以提出很多政策 这个民众党没有 就算有 柯文哲也不听啊 柯文哲就以为靠着自己的脱口秀 可以走遍天下 你走吧 民调都出来了 包括这个忠实的民调 包括T台的民调 你是这样子 丢下来往下坠 你要继续靠着脱口秀 来演完这一场总统大选的戏吗 因为你也讲不出什么话来 有些话脱口秀 开始听得很好笑 我们当一个总统 你以为你是乌克兰总统 这个泽伦斯基 你是喜剧的演员 泽伦斯基最要造成了乌克兰现在的惨状 我们不需要再一个泽伦斯基 我们需要 要像一个像金国先生 至少像之前的马英九 可以带给台湾繁荣 让陆克可以来台 让FR可以继续 这样的一个总统 才是我们要选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蓝白整合不成 这个侯友宜推出了赵超康当副手之后 柯文哲说 为什么到最后一刻 侯友宜打电话给他 他都不接呢 他说侯友宜没有信用了以后 谁敢接你电话 他的这个发言人陈志涵也说 蓝白河就是国民党精心策划的戏目的 是要拖住柯文哲 不是真的想要整合 但现在火车都已经开走了 怎么好像还在留恋 为什么一直还在谈过去呢 但是这个蓝营现在重整旗鼓 重新出发 推出了赵超康来当副手之后 这侯康佩的身世 看起来是节节往上攀升 各项的民调结果出炉都显示 侯康佩是紧追着赖超配 非常的接近 好TVBS的民调呢 侯康佩有31% 赖超配是34% 而柯营贝是23% 包括像是联合报啦 中时新闻网啦 还有这个最接近的盖洛普的民调 盖洛普民调里面呢 这个侯康佩是30.94% 距离赖超配31.01% 真的是非常的接近 而柯营贝在这个 盖洛普的民调当中呢 则是只有18.12% 好所以现在看 各项民调都显示了 侯康佩是几乎快要追平了赖超配 但柯文哲看起来 在各项民调当中 似乎都是居于第三 那么到昨天他都还在说 自己是在在野声音当中 胜率最高的 网友就套用了民众党 战狼小姐姐的一句话 拿来问柯文哲了 说到底是没有出门看世界 还是又拿了赏位旗 已经过了的数据 在帮自家的支持者打鸡血吗 立文怎么看 我觉得是这样子 选举 不要被柯文哲讲中了 就是说 赢了柯文哲没有赢 要赢了赖清德才有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我讲过很多次 那也呼应刚刚 李胜峰老师讲的 蓝白破局 是蓝白都受伤 那蓝白都受伤 再加上很多人相信 如果蓝白破局就没有机会 赢清德就会当选 所以你第一个 你要怎么慢慢的去抚平这个情绪 是有助于为未来 还有可能棄保铺路 第二 你要如何让选民有信心说 我今天来投票 不会是废票 投了也没用 回去就温苏了 这两个才是重点 所以 把柯文哲骂死 或者是把民众党骂死 没有用 对我来讲没有用 没有意义 但还有一个负面的效果 就是说 你会让民众党的支持者 也对国民党有仇恨值 那 这个仇恨值呢 它会怎么样发酵 所以 我认为国民党要三思 它有可能坚定的支持柯文哲 那如果 像国民党所想的 把柯文哲先打死第三 那柯文哲的这些票 是有可能去投赖清德 他不一定会转向侯康培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选举不要意气用事 选举也不要 就是爽当下 我觉得赢还是比较重要 否则的话 票开出来 输一票也是一票 但不会一票 一票就要重新验票了 全台大暴动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 现在 蓝营的状况就是凝聚 然后呢 蓝营的选票 回笼 这是好现象 这是好现象 但是 交兵必败 更何况 蓝营没有骄傲的任何理由 我们现在还在非常辛苦的追赶 那么 以前的选举 随便举例 像那个时候 这个 我们卢秀燕第一次选台中市长 是以在野之姿挑战林家隆 一个月前我就知道 卢秀燕一定当选 而且会压倒性大幅胜选 但是那一个月 我只要有时间都说 人家是现任 人家是优势 人家是执政 很危险 不是你选举本来就是这样 而且在台湾是随时可能 一个小时就翻盘的地方 更何况现在我们还是输的 所以我是觉得 大家在个选举的时候 要认清楚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谢谢 我可以补充一下 就是说今天 南白之间 要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 是竞赛的观念 而不是前赛的观念 所谓的竞赛就是说 要各方面展现 自从我 这个 侯康佩之后 你看 我真的比你行 我真的比你有办法 我的市政 从市政从来 就是比你好 而不是用前赛说 你眼差 把你干倒了 你过去都 都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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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人 以其讲他的坏不如 突显自己比他的好 用赛跑的观念 可能赢过于 用前级的观念 那么最后要打倒的是民进党 这才是重点 什么叫做气宝 我补充啦 就是说 气宝就是说 两个都不错 两个我都喜欢 或者是一个比较喜欢 一个比较不怎么喜欢 但是我最讨厌的是民进党 那我一定到最后看 谁有机会赢嘛 那谁有机会赢 我就去投那个会赢的 那如果今天这两个 已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了 我就是只喜欢一个 另外一个我也很讨厌 这两个我都很讨厌 那气宝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那不靠气宝 在野任何一个阵营 不管是国民党跟民众党 都不可能赢民进党 不要做梦 不过确实如此 现在蓝白应该要 蓝白和 就是和气的和啦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 双方的支持者 双方的支持者 双方的政治人物 都要能够被这样的约束 跟要求呢 因为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民众党好像似乎是不断的 在对国民党发出了攻势 好 事实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呢 这个民众党似乎是不断的说 柯文哲阵营羞辱 国民党等等的说法呢 实在是太多 不升美举了 但是这并不是第一次 因为就有人发现在 过去韩国瑜选总统的时候 好像柯文哲也酸过韩国瑜 好 在2019年的时候 7月16号 当时的柯文哲 应该跟韩国瑜 交情是还不错的状况之下 但他就说了 他认为韩国瑜的教育水准不够高 读的书呢 是只够当北农的总经理 想要当总统还差得远呢 好 然后呢 这个当时的陈志涵 也是这么来批评了韩国瑜 他说呢 想要选总统的人 诚信是基本的 气急败坏 识问虚答 像这样的程度 我来选也可以啊 所以说 看起来 怎么都是一路在监督在野党吗 那这样的做法 这个真的是能够让大家觉得说 大家是一条心 蓝白能够合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就说 柯文哲他是不是真的想 真心有想要政党轮替吗 董哥怎么看 现在蓝金的士气 为什么是这样你知道 因为在蓝白盒 这一个多月的仔细的 因为从柯文哲 要去美国的时候 十月初 然后一直谈下来 蓝金现在的士气如虹 是因为这段时间 被柯文哲羞辱 踩踏 在头上 那都不敢讲 就是一直在尾期求钱 那尾期求钱到最后发现 原来柯文哲在耍弄你 怎么要讲耍弄 因为最清楚的就是昨天 昨天柯文哲接受迎乃金访问 这是登记以后 一个小时的访问 可以讲很清楚 对不对 专门讲清楚 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内容 不是什么 两亿美金或什么不是 而是乃金问他 所以你跟郭台平找侯友宜去 要他单刀互惠是什么意思 他说就是要给他当副手 要压制他来当副手 讲得很清楚 我告诉你 柯文哲从头到尾就是这样 他开始甚至还不是这样 开始认为说我正你退 那最后看到国民党有资源 这资源你可以到处去踩他 到处去蹲点嘛 有点可蹲 所以最后勉强同意说 给侯友宜副手 他的想法就是这样 这个其实是很清楚 那国民党现在就是 因为他找了赵少康以后 大家觉得说 哇 这个气势打出来了 韩国瑜又是不分区第一 哇 那这 等于说这三个最有战力的人 就分别就可以 打出一个漂亮的一个险战嘛 所以现在的气势如虹是这样 那这个气势如虹就是 我们欧让气 欧太久了 为什么一直要忍受 柯文哲这样去研疑呢 他们不晓得柯文哲有个特性 柯文哲的特性就是 他擅长于霸凌别人 前台湾从蔡总统 从马总统 只要你是大咖政治人物 没有人没有受过柯林哲的霸凌 而他的支持者很喜欢这个霸凌 柯文哲不管是霸凌弱势 一些普通的四年后老百姓 他们都很兴奋 柯文哲的支持者就是有这个特性 他们不会去谴责说 这个霸凌别人不好 不会 所以他去骂韩国瑜算什么 他讲陈宇珍长得漂亮 不如去坐台 他会讲啊 他多少羞辱女性的字眼 大家听得好开心 他的支持者很很嗨啊 你如果要照我们前一阵子 me too的姓平来讲的话 柯文哲绝对是语言 羞辱女性前台湾第一名 可以出一本柯以路 我不骗你啊 大家都可以来见证 因为我们在媒体天太清楚 他讲这些话 对别人的伤害 可是他的支持者是很喜欢 很兴奋的去看他在伤害别人 这是事实啊 那当然我们选举 当然你要有各方的力量 没有错啊 但是你要把这力量拿出来的话 就嫌疾来讲 我们希望台湾社会 它是一个正道的力量 因为台湾现在最需要的 它最重要就是台海能够平安 不要再兵凶战危 台湾的经济能够起来 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安居不要有战争嘛 我在街头上很安全嘛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卑微的一个 那乐业呢 我找工作 或者我的工作 能够养活我的家人嘛 就是 所以经济不要太差嘛 那通货膨胀 不要东西长那么多那么贵嘛 那吃的鸡蛋是安全的 不会不明其向嘛 这个其实都是很卑微的 那你要做到这样的 你就要去看 这三组候选人 他们都当过直辖市的首长 大家来检验 赖清德 如渣 既然还说如渣可以再生 对不对 土利业者21亿耶 这检察官写的 他们那时候还 他执政时候 他的环保局还告诉检察官说 这个东西可以再生 所以检察官没起诉 去年才又起诉 因为那个里长跟当地老百姓 弃而不舍一直去捡取 这个炉渣怎么可以再生 那你看侯友宜 侯友宜 他的建设就多了 不用讲三环三线 不要讲宁躲垃圾山都解决了 对不对 就很多东西都可以看到 柯文哲 老实讲 因为我这洗水德实在就在跑台北市 我在跑的时候很久 可以看到这 这么多年来 你很少看到个市场在台北市 没有一个好 一个像样的一个建设 可以让我们来仰望说 哪个东西 反而你想到柯文哲 就想到那个被他玩弄八年的大忌惮 讲完不到一年 人家现在在打球了 王臣志也要来了 大家别忘了 12月2号这个礼拜六 我们要跟韩国打 亚洲锦标赛 这是谁的功劳 和柯文哲没有关系 他每天车子经过那里 他不会觉得很汉颜吗 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 用大家过去的政绩来看该投给谁 大家好 今天接受专访时 他也向支持柯文哲的年轻人喊话 直言柯文哲想要当选并不容易 而且柯文哲在市长任内 并没有任何伟大的政绩 如果连台北市都弄不好的话 国家能够治理好吗 过去柯文哲当市长任内 他的施政满意度 其实是曾经有掉车尾的 面对民众质疑的声浪 他还访问大家说 台北市有退步吗 治理台北市没有绩效 柯文哲却怪说是没有人来帮他垫背 这样的逻辑是不是跟民进党 好像都推给说 外国比台湾还要更差 这个逻辑是不是有点像呢 施誠哥怎么看 你知道蓝白河的期间 我们批评柯文哲 那个有一句台语 我说 就是不敢太用力 可是柯文哲 我们不做人身攻击 可是他过去的一些事迹 包括小董刚刚讲的那个大巨蛋 对不起啊 我是民国77年入行 民国这个79年职棒元年 从那时候开始 大家就在喊大巨蛋 喊到后来 你看职棒三十几年了 现在我们的巨蛋才孵出来 然后柯文哲一上台呢 就说哎呀 这个是四大弊案 五大弊案 包括什么大巨蛋 包括美和室干嘛 后来呢 这个他除弊了 把弊案那个弊拿掉 那个四大 四大巨蛋 四大弊案 五大弊案 变成四大案 五大案 有处理吗 这个弊案有处理吗 没有啊 然后更扯的是 他一上台以后 跟他 跟他 这个共事的一些局处首长 纷纷离职 最后 在台北登会之前 官船局长 简余彦 跟厂商 谈好了 只是还没有签约 他就离职了 然后呢 我们的柯市长 说他 弃职前逃啊 最后简余彦很无奈 在接受专访的时候 说他 助纣为孽 就这么简单 柯文哲这个人 非常难相处 非常自我 然后 因为国民党的提名策略错误 所以这一年来 把柯文哲的民调给养高了 所以国民党只好卑躬屈膝地说 来跟我合吧 来跟我合吧 甚至前一阵子那个非常不科学的 那个民调差距 什么6% 这种话都讲出来 现在既然大家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啊 我希望有些话 我们就讲明白一点 柯文哲在八年的市长任内 真的没有什么政绩 就出一张嘴而已 对不对 两次当选 说实在的 都不是靠实力 是靠运气 是靠那个 那个机缘巧合 那现在 跟国民党分手之后 当然 我们跟他 就是 也不要翻脸 但是有些话 我就要讲说 国民党的候选人 比他要优秀太多 国民党后面的这群人 比他优秀很多 而柯文哲如果当了总统以后 他可能比蔡英文更 更不听底下的话 那一个类似独夫的角色 当中华民国的总统 当选人 这对中华民国来说呢 虽然他不是 现在说他不是绿的 可是他当选以后 他后面没有幕僚 没有角色 这对中华民国的未来来说 非常非常的危险 我们只能这样讲 讲到这儿 就大家知道 应该把票投给谁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多家 网络上出现了一段 鸡四郑文燦的影片 旁边带着一个小姐 昨天刑事局就说 没有办法判断这个影片 是不是身位的可能 但是今天郑文燦立刻跳出来 打脸刑事局 她说刑事局认定有 61%的变造可能 好 司法赶快来追查 到底是谁变造的 变造的来源是什么 问了一次调查局说 为了避免浪费诉讼资源 要把这个案子交给警方来处理 可是刑事局心情就说了 我们没有办法 辨识身位的可能 这不就代表着 其实调查局跟刑事局 都没有办法 或者是不愿意 帮郑文燦来背书吗 怎么郑文燦 他自己一看 就马上直接认定说 有61%的可能性 所以难道他的眼睛 比科学见识一切 还要更精准更厉害吗 盛丰老师 我想讲 就是标准的 睁着眼睛收瞎话 鬼扯淡 而且一堆人都在 睁着眼睛收瞎话 最高明的骗数 就是这个 装糊涂是最高明的骗数 因为装糊涂好像就没事 那我们一一来猜算 第一 他有没有去 跟梁文燦有没有去澳门 有没有去 有没有去赌场 那招待的人是谁 不是一般的组头 是赌场的VIP的 拥有人主持人 那到赌场干几件事 吃喝喝 玩乐总有几项吧 那花了150万三天 那花了什么 我们说吃 我不相信可以这样吃 怎么吃掉150万 每天吃龙虾也吃不了 不是 那只有一个吃 就是 可以啊 就是把那个慢疫苗 有没有 把那慢疫苗 一口吞下去 一口吞下去 那个一碗大概就几百万 就博菜 它是一天 它不是像你说很多餐 它是一天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到那种场所 吃喝品玩乐嘛 吃 可能 占的比例不那么高 那其他的呢 其他那几个字 涉及到的是什么 粉味 请他呢 想想 不能去干什么呢 这很清楚 很清楚嘛 这一个 所以你有趣 有趣是事实 招待你的人 不是普通的朋友 招待你的人 是这里的专业妇 那去干什么 这个时候 流出来的这个影片 我们来看 调查局就 照看他胳膊里 散开 因为 谁检查 谁倒霉 怎么不碰 是最好嘛 那丢给了警方 那警方没有办法 因为这是他要侦办的嘛 所以就刑事局 刑事局到最后出现的结果是什么 全部是讲话 我今天请立法院的委员们 不管是用召开专业会议也好 或者请刑事警察人到委员的办公室 几个人联合警察来说明一下也好 只要检查这几件事情 答案就出来了 第一个 这个影片是不是伪造的 所谓的影片伪造说 世界上没有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是用各种手法 把他给促作出来 我想前台湾的电视界 传播界的朋友这么多 如何伪造影片 这个是要有技巧的嘛 人贴上去也好啊 然后说把A跟B 怎么样的去凑在一起啊 等等 有没有这种技术 绝对有 那这种技术能不能被拆解 今天在这个世界里 拆解这个技术 简直就是入场ABC 所以第一个 先告诉我们有没有伪造 没有61伪造这一件事 只有有跟没有 61也是有 61就是有嘛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就有跟没有 请刑事警察局先告诉我们 有或没有 不要逃 讲没有那你也要负责嘛 讲有 那我们下面就来第二段来了 因为你讲没有就有人会进 讲没有就有人会进去检查咯 那没有伪造那就表示有这个 第二个就进来 很简单 这个人是不是郑文灿 以现在的技术啊 太简单了 他的名字叫做人脸辨识 那请问郑文灿的人脸 能不能容易拿得到 太多了 对吧 所以只要把这个拿出来 像人脸辨识的技术道 你戴着口罩都可以辨识的出来 所以人脸辨识一下就知道 这个照片有没有了嘛 这么简单的事 只有一件事 通通在鬼扯淡 通通在收网 通通就在替民进党啊 这个高官啊 在那边的遮掩 那根本就是 郑文灿说 61伪造 这就是什么 什么话跟什么话啊 鬼扯淡啊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昨天刑事局才说 无法判断郑文灿影片 身位的可能 今天郑文灿就说 没有刑事局认定 只有61%的变造可能 怎么会这样呢 施审哥 你知道吗 如果 这个影片是位造出来的 这是国民党的指控 这对民营党来说 是个加分题啊 他可以说 完全是位造或怎么样 这个对民营党来说 对民营党的选情来说 是加分题啊 无法辨识 刚刚盛峰老师讲得很好 现在科技这么进步 你知道吗 包括声音的部分 包括影片的部分 你知道吗 你就算你变脸 变声音 都可以透过还原的技巧 马上知道 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刑事警察局 是台湾最高的警察办案单位 这样的一个 这么简单一个 一个跑子在前面 然后一个小姐在后面 然后这个进出 然后衣服不一样 你竟然无法辨识 不 无法辨识 下一句话被剪掉 就是对不起 我还要升官啊 我感觉就是这样子啊 感觉就是这样子啊 无法辨识 你利益归于哪里 归于郑文燦啊 归于民进党